全长大约13公里的雪山隧道,每个月的电费超过了1000万元。 而这其中有6到7成的电费是来自于日光灯。 是否要换成比较省电的LED灯呢? 高工局表示,过去曾经评估过,不过当时的亮度不符合高工局规范,才会维持连续性比较好的日光灯。 进入国道5号雪山隧道内,全天候照明设备亮度一致,就连深夜车子较少时,因为因应科技执法,自动拍照摄影系统需求也维持一样的亮度。 雪岁每个月电费超过1000万元,有将近7成都来自隧道内的日光灯,传出因此被台电关切,是否能节电。 高工局表示,过去曾经启动过更换LED灯评估。 高工局分析,因为当时评估LED灯有光摔问题,担心影响用路人视线,为了确保隧道行车安全没有更换,不过LED灯的技术持续进步,若是符合高工局对亮度、均匀度和颜色性的标准,高工局并没有预设立场不使用。 相关技术单位透露,LED灯对热敏感温度高,容易减损寿寿命,而雪岁上个月才因为隧道温度过高,每天以竖井引风两小时降温,如要更换LED灯节点,隧道内的高温环境,也是重要评估指标之一。 记者综合报道